三藩市两名侨领黄中华黄红畅上周一五后在华布市德顿街遭抢劫和暴打 引发华布社区安全担忧 7月23号中午12点半三藩市市长布里德前往华布市德顿街案发地走访华布商户了解华布治安情况 布里德在中央警署分局长易文耀华布商户代表陪同下和黄红畅进行交谈 之后又沿市德顿街从Jackson街走到Washington街 期间拜访了几家商户听取商户有关安全问题的担忧和建议 SFSAFE总监最后向布里德介绍了市德顿街摄像头的安装情况 预计该街闭路电视的安装工作在接下来6至8周内可以完成 布里德在接受媒体群访时也再次强调了社区安全的重要性 他表示了解上周发生的事件让民众惶恐 现在要做的是重建信心 令社区民众知道市府正言时德顿街安装高清摄像头 将会尽所能增派警力巡逻华布 会寻求其他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 让民众感到安全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